截止今天,这场本世纪,地球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之一,乌冬内战,已经打了八年之久。 乌冬地区指的就是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三个州。 倘说的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的便是卢干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这两个州。 2014年2月,乌克兰亲美势力发动政变上台,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去俄化与全盘细化。 2014年4月,乌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州和卢干斯克州数千名民众,举行了反对新政府政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随后两州公投独立,并组建民兵武装对抗前来镇压的乌克兰政府军。 作为回应,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在顿涅茨克州以及卢干斯克州进行反恐行动的决议,派出17个旅的主力以及志愿者约5万人。 从北、中、南三路进攻顿巴斯地区,东乌战争就此全面爆发,乌政府利用志愿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充当一线主力,对乌东地区手无寸铁的俄族百姓展开炮击,让民众产生恐慌劲而迫使当地政府投降。 战争出世,匪患猖獗,这些土匪不服务于任何一方,就是利用混乱的环境招杀营略无恶不作。 顿涅茨克北部郊外一处村落,一群土匪冲进农家,一枪杀害了男主,又冲进屋内打倒女主,然后拖入屋内实施强暴,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 此时村外小路上,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叶夫根尼,正带着家人与邻居一起,为躲避战乱前往大额头靠亲戚,车队在村外停靠,一路长途跋涉,众人下车略坐休息。 此时村子却安静地出骑,连狗叫声都没有,叶夫根尼推开了路边的大门,发现了不对头,他慢慢地走进房内,眼前的惨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屋外妻子与儿子伊利亚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伊利亚想打点水就走,却发现水井中也是尸体,忽然外边传来枪声,他们慌忙跑出去一看,与自己同行的邻居们正遭遇土匪劫掠,土匪发现了这边还有人后,拿枪直接追了过来,叶夫根尼带着家人逃入村内,两名土匪紧追而来,眼见无路可逃,三人躲入了一处不起眼的仓库内,显之又显地逃过了一劫,在这里他们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母应该都已经没了。 土匪走后,叶夫根尼带上了小女孩,他们小心地来到卖场,车还能用,就在此时,远处的两名土匪发现了他们,子弹标标的飞了过来,来不及卸掉拖车,叶夫根尼迅速转身上车,打火启动,油门踩到底直接冲了出去,真正的生死大逃亡,好在后面一路顺利,他们一路未敢停留直奔卢干茨克,此时正处非常时期,卢干茨克边界都有民兵组织设置的哨甲,叶夫根尼说自己遇到了土匪,证件都落在了原来的车上,由于他们无法� 明自己的身份,民兵只好将他们带到民兵总部,指挥官谢尔盖通过电话,确认了叶夫根尼一家人的身份后,告诉他们此时基辅的边防军已经封锁了边界,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但在卢干茨克州,叶夫根尼一家举目无亲,无处安身,谢尔盖只好将他们暂时安置在自己父母家中,通过交谈,谢尔盖也了解到,叶夫根尼参加过阿富汗战争,也是一位老兵,在这里相遇也算是一种缘分,谢尔盖希望叶夫根尼能留下来帮助自己,现在他的手下大多 都是热血青年,很多人连枪都没有摸过,需要有经验的人带领他们,但叶夫根尼还是婉言谢绝了邀请,他已经受够了战争,这一点谢尔盖也能够理解,既然你不想拿枪又会开车,现在也走不了,那去开救护车怎样,这一次叶夫根尼没有拒绝,加入了救护小组,一家人在卢干斯克暂住了下来,叶夫根尼成了一名救护车司机,城外乌军的炮击从未停止,叶夫根尼每天都处于忙碌之中,而受伤的全是无辜的平民,谢尔盖前往行政大 下楼汇报情况,天上一架战机有远即近,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刚想躲避,可还是晚了一步,女人哭喊着寻找着自己的孩子,这一幕令人心痛,边界封锁,消息封锁,这里的百姓只能选择承受,眼前的惨状让叶夫根尼完全不知所措,乌军表面的反恐作战,其实就是一场针对东乌俄族民众的屠杀,意在清除青蛾势力,看着倒在台阶上的谢尔盖,奥利加双手抱头悲痛万分,还好谢尔盖只是受伤晕了过去,城内的炮轰从 城外的匪徒越发肆无忌惮,他们在夜间通过幸福城时,遇到了乌军志愿营的少恰检查,土匪竟然直接干掉了这里的少兵,也说不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志愿营的军官得知少恰被端直接炸锚,这一片没有民兵组织,只能是土匪干的,经过多方搜索,很快发现了目标,前后围堵,干掉了一辆,另一辆匪车向无头的苍蝇开进了死路,无路可逃他们只能下车垂死挣扎,混战中土匪被悉数击毙,看到情况不妙,土匪头子 斯塔斯趁机开溜,但还是被一枪击中倒地,然而这一枪并没有致命,斯塔斯还是逃了出去,说来也巧,或许是命不该绝,不知道走了多远的土匪头子斯塔斯,竟然遇到了开车返回了叶夫根尼,看到有人受伤,女护士奥利加联盟下车将斯塔斯扶上了救护车,而此时车上所有人,并不知道眼前之人施恶不赦,斯塔斯独隐发作,一枪爆掉了一旁的护士,大喊着停车并威胁奥利加把马飞交出来,危急关头,叶夫根尼集中生智,左摇 又晃在家一脚刹车,救护车翻了出去,当下也唯有此招能够破局,众人受伤但不严重,叶夫根尼抓住斯塔斯就是一个爆锤,一个不够减恨,那就再来一个,斯塔斯被带到了民兵总部,谢尔盖从他的口中得知,幸福城附近有一支乌军小队驻扎,距离这里不远,就是他们一直在炮轰这里,就在谢尔盖和手下商议下一步计划时,贼心不死的斯塔斯突然发难,没想到这是谢尔盖有意迈出的破绽,故意将手枪插在屁兜,斯塔斯如果不动手或� 还能多活几天,第二天谢尔盖组织兵力,对幸福城外的乌军小队展开了进攻,相距百米距离时,谢尔盖分兵三路发起了围攻,然而乌军小队前方是一大片空地,民兵刚展开推进便被对方哨兵发现,战斗瞬间打响,最终经过一番激烈战斗,谢尔盖成功拿下了乌军阵地,但他们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毕竟他手下基本都是民兵,叶夫根尼的救护车及时赶到开始营救伤员,他此行还带了自己的儿子伊利亚 但当伊利亚见到被炸的血肉模糊的伤员后,顿时胃酸上永狂吐不止,就在昨天父子两人还发生过一次争吵,伊利亚要加入民兵组织但叶夫根尼不同意,儿子便觉得自己的老爹是一个懦夫,只会躲在后方,然而就在当夜,乌军因为丢失阵地,开始对市区展开爆复兴炮击,谢尔盖父母的房子不幸被炮弹击中,当叶夫根尼赶回家中时,他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妻子儿子,连同谢尔盖的父母,家中的所有人都未能幸免,叶夫 叶夫根尼崩溃了,他一直想要远离战争,保护家人,现在他失败了,没有国,哪能有家,次日一大早,叶夫根尼直接来找谢尔盖请求加入民兵组织,然而谢尔盖却说,你醒悟得有些晚了,兄弟,此时谢尔盖手中只有五百名战士,而他们将要面对的则是乌军的正规部队,对方有坦克飞机大炮,谢尔盖也不想叶夫根尼再白白牺牲,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此时手下从门外慌忙进来,他告诉谢尔盖最新消息,基辅正在加派增 三架飞机运载空降兵,还有重型武器设备,另一边的基辅某空军基地,美军士顾问正向吴将军胸有成竹地说着自己的作战计划,穿戴五花八门的雇佣军队伍已经集结完毕,美军士顾问对自己的计划信心满满,只要一声令下便能踏平动物,就在当夜,吴军三架飞机准时起飞,好戏也就开始了,得到消息的奥利加已经赶到了机场附近,他们准备给吴军一个惊喜,车上的这架双管防空机枪,还是奥利加从 博物馆里拉出来的,枪虽然老弹打飞机够用,透过了第一架飞机,他们对着迎来的第二架飞机一顿狂扫,看着机场上的大火球,第三架飞机见识不妙掉头就跑,第二天一大步,乌军调集兵力开始向冥军阻止的阵地发起了进攻,从时间上来看,片中影射的应该是顿夜刺客机场,炮轰过后,待命的乌军装甲部队和步兵展开了快速推进,但就在他们距离机场还有两公里的时候,一支神秘小队出现在了乌军两侧,就在乌军进入伏� 在乌军范围之后,队长一声令下,上酸菜,这支神秘小队很不简单,不但有反坦克武器,还配有狙击手,火力强悍且枪法精准,几乎是枪枪见红,面对数倍敌人,他们一点也不慌乱,稳扎稳打,遭遇伏击的乌军士兵,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变领了河饭,伏击战可以说是来得嗖嗖去的也嗖嗖,当谢尔盖带人到达阵地时,神秘小队也到了这里,队长对谢尔盖说,别紧张,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你们需要,我们就会出现,自始至终,神秘小队都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最后也是选择默默地离开这里,看到这一幕,叶夫跟你捡起地上的枪,既然躲不过,那又何惧一战?神秘小队的身份大家或许已经猜到,又或许和那一本书有关吧,影片到这里也基本结束了,本片上映于2021年,是一部俄方视角下的东乌战争,下一期再来一部乌军视角下的东乌战争,而关于战争的对错,在这里也不好评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战争没有胜负, 只有两败俱伤,而战争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老百姓,今天就到这里,接上一期俄方视角的东乌战争电影《烈日阳光》,本期推荐一部比较冷门的,乌方视角下的东乌战争电影,片名有点长,顿巴斯营在2014年的伊洛瓦里安,又称贝肖特,影片基于真实事件改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大部分群演,都来自当年从战场上逃出升天的乌军老兵,直接由他们在电影中扮演曾经的自己,可以说是真正的真兵出演,闲话不多,战斗开始, 2014年7月20日,在乌克兰尔丘姆斯克休整的顿巴斯营一部,到上级命令,立即向波帕斯纳亚镇展开清扫行动,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一群人,便是本片的主角,他们不是正规的军人而是志愿者,在他们穿上这身皮之前,他们都来自不同行业,有街边修理摩托车的老师傅,公司的经理,学校的老师等等五花八门,大多数人都连枪都没有摸过,没有粮草,装备自理,这便是顿巴斯营成立之初级府对他们的态度, 但这些都还可以忍受,他们唯一的诉求便是得到一张军人证,但这却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军人证,过个哨卡,武器都要被重新登记,一旦他们躺地上了,那么就将沦为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炮灰型野鬼,所以便有了这次行动前的小插曲,队员们以此要挟基辅方面的指挥官丹马斯,没有正难你一个人去清扫吧,队长贝肖特也站在队员一边, 这种行为在军队相当于兵变,但此时行动在即,丹马斯只能选择妥协,毕竟对方的要求合情合理,拖延已久的政见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大家高高兴兴地上路,因为装备自理,全营上下基本都是轻型武器,运输车辆也都是民间DIY改造,片中展现的这一点也高度还原了当时现状,波帕斯奈亚镇外围,二排从正面向小镇展开强攻,装甲车开路士兵紧随其后,起初一切看起来也比较正常,但刚冲到小镇路口, 他们唯一的招牌装备,装甲车掉链子了,突然熄火罢工,这玩笑开得有点大,战士们不得不向两边散开寻找掩护,排长切帕克赶紧呼啸队长被削特,派维修车过来修理装甲车,冲半截车坏了,这看起来有点搞笑,好在开车的塔拉斯以前是修摩托车的,倒过了几下后再次成功打火,刚才的冲锋不算,二排再次集结重新开始,这次比较顺利,他们冲破外围防线打进了小镇,从情报中得知,小镇中有大 大约30名东乌民兵,都集中在车站仓库附近,又经过一番短暂的交互,排长舒尔茨换上了自己的旗帜,小镇被完全拿下,面出场的是社会青年王小锤,他的老爹王大锤退休前是情报局上校,现在是非常时期,王大锤在顿涅斯克任民兵队长,小锤儿子和大锤老爹的关系不怎么融洽,大锤希望小锤好好念书,而小锤却瞒着老爹参加了民兵组织,王大锤知道后直接找到了管理,眼前的这人是小锤的舅舅霍尔斯,是这里民兵组� 大锤让霍尔斯调回儿子,但霍尔斯却说,这是小锤自己的选择,另一边伊洛瓦伊斯克镇外围东乌民兵组织防线,小锤第一次上前线就被派到了第一线,防线外围的一大片向日魁地中,队长贝肖特正带人向绍卡摸进,老兵谢尔盖尿急,跑出机枪毫放水,不经意地用膀胱一扫差点下猛,就这样小锤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成了一名很有价值的俘虏,贝肖特带队突破了小镇外围防线,经过 短暂的修整,他们再次接到任务,穿过铁道直取镇政府大楼的指挥所,进而拿下伊洛瓦伊斯克镇,对方提到那里最多只有50人防守,但有关敌方人数还有火力配数的信息都不清楚,贝肖特提议,进攻前我们应该先侦查一番,但被对方拒绝,进攻便这样开始了,他们只能边打边侦查,一步步地推进,制高点都在对方手中,推进受阻,这样的战斗场面,或许和我们看到的其他酷炫的场面不大一样,但真实战斗或许就是这样,大家都很克制冷静,没有英雄 活下来才最重要,他们齐心协力推动火车皮做掩护,这才爆掉了敌方制高点,拿下了铁路继续展开推进,二排和三排兵分两路,左右穿插,迂回进攻,医疗兵马莎也拿枪加入了战斗,推进得非常迅速,对方也没有死战而是放弃政府大楼,很快的广场便被清理干净,此时舒尔茨又想去换下旗帜,但他刚跑到大楼门口,便被一枪放倒,左侧房顶有狙击手,被肖特下令,机枪掩护,同时火箭筒准备,爆掉了屋顶 狙击手,小队目前两死三伤,被肖特请求转移伤员,对讲击中却直接下令让他们火速撤退,对方援兵已到,难怪刚才推进得那么顺利,原来是对方在诱敌深入,后撤中被肖特被一枪击倒,战友列昂前来营救也被一枪穿腿而过,两人已经远离后撤的部队,而且都挂了彩,最后只能究竟躲进了一户名家,小队虽然撤了出去,但也是损兵折将,此时大家清点人数,才发现把队长忘在了小镇,另一边带队发起反攻的王大锤 意外捡到了一部乌军队讲机,从队讲机中听到,突击队队长被肖特与另一名战士列昂还没有撤出来,王大锤下令展开搜索,还要抓活的,他已经知道小锤被俘的事情,他一边派人在小镇内展开搜索,另一边联系了顿巴斯营,提出用交换俘虏的方式,换回自己的儿子小锤,然而丹马斯却是个老愤青,想都没想便回了王大锤一句,滚蛋,另一边被肖特两人在老奶奶安娜家中暂住了下来,老奶奶安娜能够收留两人,纯粹是出于 怜悯,他对两人讲道,他以前收留过一个那翠主义分子,对方伤好后出去投降却被杀了,现在收留两人也是不愿再看到那一幕,知道两人在这里的还有一人,便是老奶奶的孙女阿丽娜,阿丽娜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也没有将两人的事情上报,其实阿丽娜还有另一重身份,竟然是王大锤的秘书,有句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即使遇到了挨家挨户的搜查,有阿丽娜的掩护,士兵也会套个近乎,没有去搜查安娜的家,这样被肖特两人,便在安娜的家中 很安全地待了下来等待救援,但战局并没有向两人预想的方向发展,此时东乌民兵在小绿人的配合下,迅速将伊洛瓦伊斯克镇周围的一千多名乌军包围起来,抵挡不住的乌军开始谈判,最终大额批准,可以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简称绿通,让这些乌军放下武器,从哪来的再回哪去,就这样,这一支一千人的,混合着各种编制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撤离,盾巴斯营位于撤离的第二梯队,大家的心里七上八下,他们能 放我们回去吗?答案是,不能,当第一队通过绿通后,处于第二梯队的盾巴斯营突然遭到炮火猛轰,铺天盖地的炮火中,盾巴斯营当场便有272人丧命,而最终也只有50人逃了回去,然后又参加拍摄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至于小绿人为啥专门炮轰盾巴斯营,大家或许能够想到,出来混早晚要还的,而影片到了这里还没有完,再看小镇中的贝肖特两人,现在援军已经无望,伤势恢复差不多的两人只能选择自救,他们用手里的枪和手雷, 通过黑市换了两张长途车票,两人乔装打扮坐车离开小镇,而王大锤乌军撤走之后,他找到了儿子小锤的尸体,大锤暴怒下令封锁小镇,彻底展开搜查,一位好市民向大锤报告,他知道贝肖特两人躲藏在哪儿,原来这位好市民是阿丽娜的姑妈,他意外受伤时贝肖特曾为其取出蛋片,不知道这算不算恩将仇报还是大义猎青,这个剧情发展也挺难为编剧,有时候真的需要脑洞大开,再看大锤,知道了贝肖特去向后,他带人火 速追了上去,油门踩到底,一路一百八,长途车被拦了下来,贝肖特被认了出来,还挨了一个嘴锤,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影片最后贝肖特并没有灭了王大锤,而是放走了他,到这里影片算是画上了句号,本片上映于2019年,是乌克兰的主旋律电影,至于真实性上,懂的都懂,而对战争的对错,在这里也不好评论,还是那句话,战争没有胜负,只有两败俱伤,而战争中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老百姓,本期视频就到这里